今天 今天來這裡 參加我們徐慶黃 我們聯合肇事大會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人在外面四十幾天 我真的每一天 都在想我們高雄市 還有想我們的市民朋友 非常非常想念大家 大家 謝謝 大家看到新聞啊 大家看到新聞啊 各位有新聞我一定要看 所有的心一直都跟高雄市民 是真的在一起 另外王耀玉跟黃天皇啊 還有邱宇軒每次在議會就罵我 罵我什麼 林園的捷運到底什麼時候要去啊 我被他們罵的喔 頭都抖起來 然後我發現 蔡英文總統來胡選 說林園這個啊 我們捷運沿線全部中央府 結果咧 沒了 啊現在又再選了 啊要開始來人來了人來了 逼著我們市政府 現在欠錢全台灣第一名 我們負債三千三百億 沒有辦法 我們再擠出八百萬 開始規劃 林園捷運線 你不能說執政黨 你到選舉的時候 什麼都給他們 什麼都給他們 損耍 就結束了 這個怎麼得了啊 這一趟四十多天走過來 我走四十幾天到現在 還沒有聽到一個台灣人 一個台灣朋友告訴我 一個都找不到 說台灣是贏家吧 我再也沒有聽到這一句話 三四十年一級 全台灣隨便走 也是我們台灣是贏家吧 今年 2019年 我們的估計 四萬家工廠 細版 四萬家公司工廠 要倒閉 一大堆 開始放無薪價 一家公司工廠十個人的話 今年 可能有四十萬的勞工 會沒有討農 這是不得了的啊 各位鄉親 這是嚇死人的啊 我們所有股票上市公司 今年的獲利 大概要下降百分之十九 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各位大聊鄉親 經濟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給我們大聊林園 人無交情的鄉親報告 我們的經濟一定要衝 再不改變 真的不行